各位觀眾大家好 科研之間 今天和方先生要談談比特幣 因為最近比特幣都升得很厲害 這段時間裏面 比特幣曾經創過 九萬多這個數字 其實都蠻驚人 升了不少 特朗普 亦都豪然地說 我要將比特幣變成戰略資產 現在參議院的 某一些議員 也都提議美國政府 要買100萬個比特幣 這筆金額 真是驚人 所以會不會使得比特幣有更大的波動 我們這一刻不知道它會升還是跌 但是很肯定 波動一定會很大 所以今天和方先生談談這個議題 節目開始的時候請大家帶來上的頻道 留言 點贊 分享 看廣告 感謝大家支持 方先生你好 波動很大 怎麼看 大家好 那麼他現在這個政策 其實還會引發他下一輪的升 那麼 第一次作為一個叫做 戰略儲備的一個提案 當然這個好像暫時還沒通過吧 但是有議員是這樣提出 那麼我們來拆解一下 即是他的優點在那裡 可能我們面臨的問題在那裡 那麼潛在的優勢其實有大概三個 那麼一個其實呢 他做這個動作其實是可以緩解 國債的壓力的 那麼因為呢 比特幣是稀缺的 即是他的數額是固定的 他的總量呢就是 2100萬枚 那麼 先天性他這個算法是決定了他那個總數量的 他不同於美元可以無限地印出來 那麼所以呢 他當 國債 有一定的比例調過去 比特幣那時候 那麼他就達到一個 一個平衡的作用 因為國債 你可能會跌那時候 但是比特幣會升上來那時候 那麼他就可以彌補 國債那個損失 那麼他可以平衡 那個 是的 平衡的作用在那裡 然後呢其實他有投資價值 那麼大家都知道 那麼 用二三年 現在的四萬兩千 五的美元 價值升到四萬五 再升 升到好期的 是的 整年 二三年是升了百分之 一百五十七 到 今年 我們已經達到 九萬多了 那就升了一倍上去了 然後呢 假設 其實現在我們大概知道的 美國政府現在現有持有的 大概是 二十一 萬枚比特幣 那麼這二十一萬枚其實無緣無故 都已經增值了一倍了 就是由四萬多增值到 九萬多 已經無緣無故多了一倍了 那麼 這個呢 其實就是一個 很大的數值來的 就是無緣無故 上了上來 那麼 然後呢 他繼續增持 那麼繼續增持的話 他當然 仍然 會引發市場上的搶求 或者是 稀缺的東西 在固定 在自己手上的時候 那麼 他美元 你假設在印的時候 其實他無形中就是 升值在那裏 所以這個呢 就是有投資收益 那第二個呢 其實就是國債 代幣化的協同作用 那麼其實目前呢 美國也有十幾種 應該有十七種的代幣化政府的證券產品的 那麼規模呢有整 18億美元 那麼比特幣呢 作為一個 現在比較成熟一點的 應該主流下 應該是比特幣 作為代幣 那麼 國債的代幣化 那麼可以呢 就提升國債的流動性 那麼因為呢 你換成比特幣之後 其實他在市場上 是比較容易流通的 而且呢 現在 美國啊 或者其他的國家 其實 有很多政府都承認 或者不要說承認先 默認 或者他都可以發行一些 我們之前說過的ETF的產品 他都可以在證券市場那裏流通 或者尤其是在暗網 在暗網那裏更加流通得厲害 那麼應該大家都有 記得之前那些我們叫勒索軟件 那麼其實他勒索軟件收的 的 的貨幣 是比特幣 那麼這個 所以他的流通呢 無論在 公開市場 正規的市場 或者是暗網市場 那麼其實他們都是 流轉銀的 那麼另外一個呢 他 比特幣呢 他其實呢 就是 可以 加強 美國 對這個比特幣那個 在世界上流通的那個 叫做控制權 之前有一個 是的 趙昌帕 當時他把 加密貨幣的一個交易平台 他建在美國以外 結果是怎樣呢 租數到就是 要收編禮 結果是罰了四十幾億美元的 那麼最終 是將他那個交易平台 的股權 他要交出來 然後控制權肯定不用說了 再向美國政府或者在美國的 資本家手上 所以他其實現在呢 他是可以 在我美語 我美國政府的控制之下 你們進行交易 那麼這個 其實 長期以來 美國都是要做這件事的 包括 現在有一些政府 即是有一些國家 他不用說服交易系統 或者 是不用美元進行交易 他最終這個國家都可能是有時會受到 滅亡 滅頂之災這樣的後果的 那所以呢 其實 我們再 舉個例子下 例如之前 金本衛那時候 黃金 其實當時呢 黃金金本衛呢 主要的黃金都是在美國手上 他可以控制那個交易 或者是儲備 到現在的 主要的儲備都是在 美國 但是 黃金是有一個什麼問題在這裏呢 因為他是擴產 他全球 都會有這樣的擴產 突然間 可能這個國家這個地區 會發現了一個金礦 那他 就變成了 突然間就好像 這個地方有個儲舍池 我儲備了這些黃金 其實就是美元 他可以拿這些黃金出來 換回美元 變成 他的美元 去 標的 黃金 是有危機的 他不可控了 就是我沒有理由 打你下來 拿了你的金礦 是不是 和後期的石油 也是 石油當時 石油美元 那時候也是 和 當時中東地區的一些國家 簽了協議之後 他確定我對這些 開採 油的國家 有控制權權的時候 他才把美元 和石油綁定 好 到後面 包括之前的時間 石油美元那個協定 解除了之後 我不再續簽了 他根本 現在對石油根本就是沒有控制權 所以 他 無論是標的黃金和石油 甚至乎現在的美債 因為現在的美債是階級罕的 現在 當前是標的著美債的 就是美國的信用 現在美國的信用都是階級罕的 所以他變成了美元 這個標的物 一定要重新去謀定 現在目前來說 例如比特幣來說 是 比較理想的 因為 之前他將交易 控制權也收回來 即是你旁門左道的那些加密貨幣的交易所 在趙長鵬手箱 也都會拿回來 這樣我控制你的交易 然後發行量又是 穩定的 不是好像石油黃金 你無緣無故又會把一個 礦場出來 無緣無故又把一個金礦出來 是這樣的 所以 這個 等價物 或者這個代幣 包括現在下面他們各州 他都有可能 是 你政府 不做這個動作 我其他州我可能都做這個動作 所以 他 這個 就是他 比特幣 作為一個 戰略儲備 他對美國政好 對美債 對他 提升美元地位 是有這幾方面的 優點在那裡 說完了優點 我們說說他的 面臨的挑戰 他其實 不僅是一種代幣 或者是一種加密貨幣 我可以有 比特幣 我下一次我可能有 比普幣 或者比A幣比B幣 這樣的形式出現 包括現在特斯拉的狗狗幣 狗狗幣跟他們有個本質上的區別 狗狗幣是無限量的 不是有限量的 其實 你有這個模式 我也有另外一個模式 這個就是 面臨一個 不確定性在那裡 那你今天 說他合法 說他 可以作為戰略儲備 喂 你換了街之後 你分分鐘化 另外一隻才有戰略儲備 那我就變成廢子 是不是 所以 這個是一個風險之一 然後 他 波動太大了 價格的波動太大了 你現在才儲備 5% 控制權 你可能就是控制到 這一部分 市場上有95% 所以這個呢 他根據那個波幅呢 包括近期的波幅都是 很大 那麼 是不是 大家可以承受到呢 或者你 國家是不是可以控制到呢 這樣 那麼另外一個面臨的問題呢 就是監管 監管 一向都是一個問題來的 他 去中心化 然後匿名 而且呢 他現在 當時 他流行的時候 都是在暗網那裡流行的 他之而 所以成為在暗網那裡呢 因為他 所有的 例如之前我們 剛才所說到的 勒索軟件 他交易都是用這些 這樣的貨牌 那所以呢 我們的監管 是很麻煩 比較 就是包裹 我們自己的 發抗者也好 或者是 你私人的 購買 炒賣回來也好 你的 賬號和密碼 保管不好的話 你就很容易 被人 拿了 然後呢 還有一個問題呢 就是市場的接受度 那 你可能美國接受而已 但是美國都不是每個州接受 都不是每個人接受這件事 大哥 我可能我認黃金多於認你 因為黃金始終都在那裡 你是一個虛擬產品 而且呢 我們中國呢 基本上是不承認這件事 因為他不是一個 由 是的 由 主權吧 應該由國家主權 去 鎮行 發售 或者是由我們的中央銀行去發售的一個 就是 中國的投資產品 我們暫時 我們中國也沒有這種類的投資產品 我們也交易不了 所以這個是他接受到的問題 另外一個是技術風險 技術風險呢 很多人說 破解不了 或者他加密貨幣 他的技術好先進 其實這個 這個 在我們叫做 量子計算的 計算機 下面 他根本就是 一條毛都不值 因為呢 量子計算機其實就 在 應該是幾分鐘 我不可以說幾秒鐘 幾分鐘之內的市場可以破譯下來 所以他在這些我們後期 如果量子計算機 開始 因為我們現在中國其實也已經有 但是他沒有應用在這個領域 那量子計算機 盛行 或者是普及 又或者是沒有那些國家 或者是你美國 你運用得 量子計算這個模式 或者這個計算能力 那個時候 加密貨幣可能就是 又是一個 一串廢的代碼 所以 他會面臨這麼多的風險 和不確定在那裡 但是呢 其實呢 現在 會過頭來講 對於美國現在目前碰到的問題 其實這個 這個 亦都不常是他解決他現在美債的危機 和美元的危機的一種方式 或者方法 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大博Sir 交給你 我就很有興趣找了一些資料 剛才 方先生就說 比特幣的總供應量上限是 2100萬個 截至今年10月14日 流通的比特幣的數量 大概是有1900萬枚 特朗普 交易爆發之後 現在最大受益者是 持有比特幣最多的人 前8個地址佔有的比特幣的比率是15% 世界上高我不講個人啦 我講公司啦 Tesla 持有世界 第3多的比特幣 他有11509個比特幣 其他首兩位 都是美國公司來的 然後我看看資料 亦都有比特幣的抗議巨頭 看看 究竟哪個國家 掌有最多的比特幣呢 第一個是美國 剛才說過了 大概 就是有 21萬個比特幣 中國 持有多少呢 中國持有的 是有19萬個比特幣 英國持有 61,000個比特幣 第4個很特別 是不單政府 持有13,000枚的比特幣 為什麼 會有這麼多比特幣呢 中國 明明不合法 又不會做交易 因為 都是由犯罪者手上所得到的 德國在今年 比較早的時候 就已經出售全部 5萬個比特幣 所以第4名就比得不單 美國亦會定期 拍賣這幾個比特幣 但是特朗普 承諾永遠不會出售 美國的 比特幣持有量 還發誓要建立 戰略的比特幣儲備 所以比特幣 我相信 就會有 風雲 四起的現象 會升會跌 不知道 但是比特幣 是不是真的 很安全 但是你所有的密碼 在量子電腦面前 都是廢查 包括我們現在 所謂 大家看到的 銀行 混合戶口密碼 其實要調動資金 真的很危險 讓大家清楚 人面識別 或者指毛 這些可以幫忙 但是可不可以百分百安全 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 我始終覺得比特幣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它的認受性在哪 它可不可以真的代表 一個 即是沒有政府監管的貨幣呢 現在是政府持有最多 你到頭來 始終都是政府控制住的 還有很多ETF 都是會不斷推出的 大家看到 有關比特幣的ETF 都升了很多 那麼究竟現在發生了什麼事呢 美國可不可以因為比特幣 而救了美債命呢 我覺得 因為它有限 除非它升到 十幾二十萬 其實很難說 現在真的不知道 因為這個我不熟悉 那麼更加重要的就是 你比特幣 怎麼交易呢 這是什麼產品呢 虛擬產品來的 說真的如果不幸運 突然間消遲 會不會將所有的 你比特幣裡面的所有資料 都全部都沒有了 你再來戰略資產儲備 你分分鐘 很容易沒有了 只要 你遇上一些 不可抗疫的情況之下 你就沒有了 那怎麼辦呢 是不是有價值呢 有意義呢 我就不知道 因為你 觸碰不到 你只要有一串代碼 你就可以 拿到 比特幣的 使用權 到時候賣了出去 你用什麼貨幣去交易 那就隨便你 因為現在 都有很多不同的貨幣 可以買賣比特幣 而且速度非常之快 你更加可以用 美元 USDT USDF 這些 美元數碼 虛擬貨幣去交易 港幣也可以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世界已經建立了一個生態系統 但是這個生態系統 是代表什麼呢 是不是代表特朗普在這裏 就一定搞得定呢 以及 買到100萬個比特幣 如果是 真的都很誇張 現在 很多 國家對比特幣的交易 好像很感興趣 因為大家現在經濟不行 尤其是欠的債務很多 如果比特幣 可以救一救經濟 其實都不錯的 但是我總是有些懷疑 究竟做得到 這個是想請教方先生的 其實比特幣 美國政府這個動作 或者特朗普這個動作 其實很高智商 他真的是一個做生意的人 就是 換句說話說 你買比特幣總好過你印美元 因為你印美元出來 你會 引起那個惡性的通脹 其實 現在這個模式 專門儲備 其實它是用 本身謀定美債的 現在做 謀定一部分 它當然不會全部 是一小部分謀定 比特幣 那麼它就可以暫時 不印錢 先賣美債 那麼它就將 沒有一些 本身要謀定美債的東西 就變成 謀定 比特幣 因為它比特幣是一個虛擬資產來的 那麼其實它 不會對實體經濟造成嚴重的影響 那麼假如它這個動作它運用得好的話 首先比特幣不會流入生產環節 它不會影響到實際的 就是那個美元的流通量 就是它不會增發了那個流通量 那麼它就不會引發起惡性通脹 那麼它其實這個動作是 有力 就是有在於民生的 還有有在於 它那個工業的那個回流 就是生產 就是將它們的工業生產回流回美國 那麼 那麼 是有這個 這部份呢 它有 就是最少它不會說 搞到你現在 物價飛漲 老百姓持有的美元 因為你現在一般老百姓都是持有美元的多 那麼你如果是美元 你不是那個變廢子 就是美元變廢子了 真的老百姓就麻煩了 那麼所以你如果是美元變廢子 真是老百姓就麻煩了 那麼所以其實它 當選或者是它跟馬 馬斯克合作 去再讓美國 偉大也好 或者是 重新建立回它的工業體系也好 那麼其實 我覺得這兩個人 此時此刻 就是這個時期的美國 是最合拍的兩個人 那包括馬斯克 如果它成功接入那個叫做 效率小組也好 它都 大到佩戀 馬斯克最厲害是什麼 最厲害是FIRE 就是最厲害是炒人 你看到它炒Twitter 和炒它自己公司 沒有一些部門 那些時候 它是 它是多麼搞笑 和多麼癢 到現在接手 可能美國政府的 就是那些公務員 那些什麼 那其實它都會 可能執行得很癢 就是它會削減政府的開支 那另一方面 特朗普在這些政策上 又削減債務 提升美元 現在那個影響力 就是提升美元的價值 那其實對整個社會是 比較穩定的 那其實 就是好像 我們說一句 其實 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 是金融資本主義 我們不可以低估 包括它做這個動作 就是美國人 我們不可以低估它操控 金融資產的能力 就讓另外一句話這樣說 反過來 其實 我們中國 其實 是一個工業大國 其實是一個工業大國 也不要低估我們的產能 你不是說 你說展移就展移 其實呢 我們 反而覺得 它利用這些經濟金融的手段 去降低自己本國的風險 那麼 再跟我們中國 攜手合作 那麼我覺得 是更加有運行的 因為呢 如果給我們 假設 我們中國都承認的話 其實 這個幣 可能 就真的會大升 真的會變成一個 全球的貨幣 但是 這種情況 比較難發生 因為我們中國其實對 這種去中心化的貨幣 和這個模式的話 是有保留的 那麼 如果假如我們中國都儲備這件事 剛才戴薇Sir說到的 我們中國擁有19萬的 那個比特幣的話 不是我們中國政府持有的 不是我們中國 央行所持有的 假如 如果這個數值是我們中國央行 人民銀行持有的話 那麼 這件事又是另外一個玩法了 那麼 其實 對於 即是比特幣 對於此時此刻的美國來說 作為戰略的儲備 暫時來說 我個人認為 不要說 怎麼樣 是 一件好事來的 就是對於美元來說 暫時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是這樣的 另外一個國家要留意的就是俄羅斯 俄羅斯 已經成為 現在 比特幣挖礦項的領導者之一 因為 他現在挖礦是發化的 但是不可以國內支付 所以 我們要留意一下 俄羅斯 然後怎樣做 因為俄羅斯被 美國制裁 他為什麼要擁抱比特幣呢 因為 比特幣的交易 不受系統影響 所以這一點 我們要留意一下 接下來的發展是怎樣的 不過我相信 我們國家 很明智的 他會不會 在比特幣上高 去做一些動作呢 我相信 因為這個貨品的 投機性 太高 太高了 所以 我想 這個機會 不是太大了 但是如果美國要這樣做 究竟成不成功呢 我覺得都要觀察一下 還有你究竟 會炒高到多高呢 因為已經快要見頂了 越來越難劃 你可以做到 什麼 水平呢 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今天節目時間暫時談到這裡 因為講講比特幣的問題 真的有時間和大家談 好了 節目最後請大家訂閱大卓上的頻道 留言、點贊、分享、看廣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